2006阿玛尼南庄春夏的色彩还不错吧 其实呢我从我个人来讲 我是非常喜欢阿玛尼的风格的 因为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让你感觉非常的优雅 永远都是走在时尚的前沿 虽然它整体的风格变化并不是很大 但是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出现 你穿上阿玛尼的衣服呢 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真是我觉得真是应了好莱坞的那句话 不管在什么时候 当你不知道穿什么 或者是你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阿玛尼 它是你最好的保证 在极致典雅和优美的感觉中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平衡 那么我们稍后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2006阿玛尼春夏南庄的时装兽 让我们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èmulus夏南庄的反正 变态 现在我们已经累秤了 这个下集到 confian 的是 阿曼妮的设计总监呢 阿曼妮认为这个星期米兰时装秀的最热点的气氛呢 应该归功于Galoria Armani 因为她突出了标志性的优雅风格 和被称为Armani的Armania的精致细节 Galoria的男士们也因此可以为夏天的假日 套上单扣的亚马上衣 而且再搭配上这种相似的冷酷 一反往日的低迷 那么现在的成衣液出现生机 兴起了一股为人欣慰的复古的风潮 而且这些配饰呢又再一次验证了 Galoria Armani永远能够在市场平衡和创意思考之间 求得最佳的平衡 那么当然吸引我们演奏的 还有那些别的流苏的平衡传心鞋 还有大量的珠宝 你仔细看一下哦 这一款的男装呢 也是用紫园白色和米色搭配的 而且这一组男孩和女孩一起搭配的 总的感觉非常的别致 有一种坏坏的男孩感 整个春夏的剪裁啊 感觉非常还是修成优扬 这一组珍芝山呢也非常剪裁的表屈身 而且带着这种盲口的 看着感觉就很让人喜欢 而且像今年她的整个梯台的设计呢 都是采用这种俊促的方式 一组一组的这样像流水 情侣流水一样 从梯台的另一端走过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更更明显的这种立体的感觉 而且像她整个面料很清明啊 像这一组修行运动款的 这个色调啊非常明亮 还有带有这种中国风的特点 很像中国的那种丝绸啊 那种面料的特色 现在呢 阿曼妮先生出来给大家谢幕了 OK怎么样 大家看了阿曼妮先生带来的 2006春夏男装和女装的最新时装发布 感觉不错吧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 喜欢的不得了 说实话 阿曼妮的这种优雅的风格啊 一直是在全世界都有很多fans的支持 而且非常的有影响力 她每一款推出的这种服装的剪裁啊 都是非常的合适 让你看着就觉得美 我觉得真是 我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呢 能够给大家介绍更多更新的 这种时装的发布 那么品味时尚 品味生活 我永远在这里和你 陪伴你一起度过 记得每周三晚上 十点到十二点 在多伦多时间 我将在这里 为您带来时尚心得 无论你在北京 上海 香港 台湾 澳门 还是在多伦多 我都会在这里陪伴您度过 每一个美丽的夜晚 那么 之前呢就是所有有关时尚心得的节目 今年的时尚心得呢就是这样 稍后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加南中心九十五周年的参会 我在这里呢 想要特别的给大家说一下 加南中心呢 是一个在多伦多市中心的一个华人的服务组织 他成立从重立到现在已经有九十五年了 已经快一个世纪了 那么他在这么多年的历史 长河的里边 不能说长河了 但是也已经是 已经算是快百岁了吧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祝贺的 而且他在九十多年的历史当中 为我们老移民做了很多这种社会的工作 在家靠父母 在外靠朋友 那么加南中心呢就是我们所有移民的朋友 不管你是来自来自中国北京台湾香港澳门 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一个角落 那么加南中心呢都是你最真正的朋友 他们给我们带来九十五周年的参会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这些为中国为华人为全世界的华人服务这么多年的朋友 是带着怎样的一颗赤诚的心为我们大家的 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一定要记得我们永远在这里陪伴你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